这点是我们理解乔布斯的关键 也是我们能从乔布斯身上 学以致用的最有价值的点 你看乔布斯这个人 又喜欢批判别人 又喜欢挖苦别人 否定别人 还喜欢剽窃别人 表面上看这些事情 只是一个下三滥的手段 但其实这背后是一种颠覆意识 就是他喜欢否定掉过去 重新再开始 他不仅这么对别人 更重要的是 他喜欢这么对自己 比如说当年他复苏之后 做出来那四款产品特别的成功 但是由于他执着的追求设计 他又不肯兼容别人的产品 苹果公司是一个闭环系统 不兼容别人的产品 所以很多公司都特别讨厌他 就是那些帮他代工的公司 他们得单独为苹果开发一类东西 就不愿意跟他合作 其实直到现在 很多设计APP的公司 也不愿意跟苹果合作 因为得单独给他们开发一套程序 乔布斯虽然对此也很生气 但是他也没办法 时间久了之后 乔布斯开始盘算着另外一个计划 跳出圈子来想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是不愿意合作 那今后我要想到一个办法 让我根本就不再需要他们 我应该怎么做 哪怕我因此要颠覆掉我过去的产品 我也得这么做 正是因为他这种喜欢颠覆的思维方式 才催生出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产品 我们看看乔布斯是怎么做的 首先你想让用户离开苹果电脑 就是自己颠覆掉自己的产品 自己干死自己的产品 离开苹果电脑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那就让苹果电脑跟什么东西连接起来 人们从此之后用那样东西就可以了 那会是什么呢 乔布斯真的找到这样东西了 那就是音乐呀 人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是不需要电脑的吧 所以乔布斯就紧急和团队 设计出了第一款iPad 就是那个随身听啊 而且光有iPad还不够 他得让用户用iPad 必须随手再买一台电脑 那要怎么做呢 他就发明了iTunes嘛 就是你下载歌 必须得用我的软件 才下载得了 这个决策可是不简单啊 大家要知道 当时苹果全公司都指着电脑赚钱 你忽然弄出这么一个玩意儿来 所有人围着他转 就等于要自己砍掉自己的电脑产品线 那很多人就不乐意嘛 尤其是当时很多人啊 他喜欢用电脑去听光碟 你现在做随身听了 那我这光碟卖给谁去啊 比如说当时的索尼公司啊 当时也想做MP3的 但是呢 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唱片 那就遭到了唱片部门的强烈抵制啊 后来他就没有坚持下去嘛 MP3业务就被别人抢走了 净好有乔布斯那个性格呀 那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吧 先贬损别人 然后再蹲那哭对吧 他用这种方法 最终让所有人都勉强接受了他的方案 那结果如何呢 很成功啊 他出的那款iPad mini啊 在整个MP3市场上 原本只有31%的份额 后来发展到74% 基本上垄断了 到2007年的时候 iPad这款产品 它已经占了苹果所有产品总收入的一半 就等于电脑没有那么重要了嘛 大家要注意啊 表面上看 是他们公司研发了一款产品成功了 但是他研发产品的这个思路特别有意思 叫否定自己 他从此之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路径 就是当我想不明白 谁会消灭我 那我就自己消灭自己 我把那东西研发出来 我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那我们顺着这个思路 接下来再想嘛 谁会杀出来 把iPad这个产品线给弄死呢 那与其等着对手来干掉自己 我不如自己终结自己 那谁会弄死随身听呢 显然就是手机嘛 如果手机就能听歌 那谁还用个随身听呢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如果随身听跟手机能够合一了 那就不需要随身听了 大概就在2007年前后 手机已经开始呈现出横扫全世界的趋势 那一年是科技行业的变革年呀 很多人都说啊 第二年发生的金融海啸 根本就不重要 真正最重要的变革年 是那个2007年 你看那一年嘛 满大街都是诺基亚 N95 N73 当时最热播的电视剧叫奋斗嘛 里边陆涛用的也是这个N系列 就是诺基亚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清楚 手机最终一定会消灭掉随身听的 那接下来苹果公司就会沦为二流公司 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当时乔布斯有两个策略 第一跟摩托罗拉公司合作 这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吗 跟摩托罗拉一块出几款合作手机 第二改造那个iPad 想办法把iPad变成手机 但是乔布斯想来想去啊 这两个思路他都不喜欢 后来在一次很有缘的机缘中 乔布斯发现了一家小公司 叫Alias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呢 是做手机触摸屏的 乔布斯看见这个触摸屏之后 瞬间就想明白了 确实如果能把这个触摸屏弄到手机上 那现在的手机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了 一旦定下来这个目标 接下来他就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成这件事了 那最终呢 在他的主导下 有了iPhone手机 在他那款发布会上啊 到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呢 乔布斯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他说啊 今天给大家呈现三样东西 第一豪华版的iPad 第二一个打电话用的手机 第三一个能上互联网的通讯设备 这听起来是三样东西吧 但是他拿出来的是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iPhone手机 到2010年的时候啊 这款手机已经销售了9000万部 占了全球手机市场的一半 那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呢 诺基亚轰然倒塌 最后三文不值二文钱的卖给了微软 当然诺基亚也想过卖给苹果 但是苹果公司根本连要都不要 因为他们不需要 艾萨克森在传记里面就说啊 乔布斯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叫现实扭曲立场 当然这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了 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啊 每一个物质都有质量 有质量所以有引力 但是他这个质量会在周边 产生一种扭曲力 质量越大扭曲力也就越大 比如说黑洞啊 由于他质量巨大 所以周边的光都被他扭曲了 那艾萨克森认为呢 乔布斯就有这样一种能力 他能强行改变这个社会的规则 把所有的光都吸在自己身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实扭曲立场背后 就是乔布斯那种颠覆思维 就是每当他想不出来应该做什么 他就想想接下来几年 有谁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他就假想出来另外一个乔布斯啊 把自己做的产品说成是像屎一样 那他就想办法成为那个乔布斯 PK掉自己算了 与其坐以待毙 等别人来干掉自己 还不如自己颠覆自己 至少我能掌握那个主动权 有钱 我应该算吧 不过我 不要拍大魔忠 对吧 我能说他送个生意 我应该只是采用 不过你 也可以 我应该怎样 那么你 要是 那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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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